龙虎山之上,一群大老爷们正在追杀一对母子,只因妇人的丈夫抢葬了龙虎山府邸,人在最无助的时候,就会祈求上天了。 老天爷,你开开眼,救救我们母子吧。 说吧,妇人一咬牙,把婴儿连同斗笠一起给扔了出去,而自己也纵身一跃,跳下了悬崖。 以老到为首的大老爷们,咬牙切齿地说道,天灭鬼婆,小鬼王,给我搜,死要见尸,活要见人。 你还别说,妇人还真是犹如神主,那么高的悬崖上跳下来,只是受了点皮外伤,摔晕了过去。 老到一肚子的坏水,先把鬼婆绑起来,等下找到鬼王,一起斩首几天。 但是老到高估了自己的运气,当他们去寻找鬼王的时候,一旁的放牛娃搭救了妇人,并且将其给带回了家。 老到带着徒弟们来到小河边,一眼就瞅见了正在水中飘飘晃晃的婴儿。 可笑的是这些家伙全是害鸭子,没有一个会水的,好不容易瞅见一个小船,上面却又站着一个老神仙。 而且,突然之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 说来也奇怪,这些雨就是不往身上下,老到站在岸边大喊,激功赶紧把船划过来。 划船的结化,原来是地仙呢,我这就把船给划过去,结果,它怎么划,小船就是不动。 最后,老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,老神仙抱着婴儿飘然而去。 一转眼,十年之后,昔日的小鬼王爷已经长大成人,他现在名叫张灵,每天都和师弟苏勒跟着老神仙铜摆真人修道。 虽说是修道,但是铜摆真人只是让他们熟被盗得真经,他们除了上课被真经外。 当然了,他们还是有课外时间低。 苏勒这小家伙瞅见张灵的斗笠,就嚷嚷着要戴上一戴,结果,刚戴在头上,就像是戴上了紧箍咒一样,刹那间,头疼欲裂。 张灵见状,赶紧把斗笠取下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 苏勒瞅着毫无反应的张灵,直接大呼,真是活见鬼了,这叫天师斗笠。 我是天师,不信你看我的手掌心。 这天,铜摆真人开始户外教导了。 孩子们,你们看,这铜仙灌为三门三殿组成,山顶为天门殿,山腰为云门殿。 这山下背径出是地门殿,你二人随意熟读道德真经,然,玉鸣大道,仍需在明师指导下苦修。 你们要先修地门功课,刺进云门,最后方可进入天门。 接下来就是张灵苏勒二人,在地门殿跟着烧火道人修炼了,每天不是匹柴就是掌勺做饭,反正就是和灶台打交道,两个小家伙就闷闷不乐了,这修炼还可以这样修吗?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,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惑,烧火道人给他们表演了一招,热油空手去勺。 那是看的二人直接点赞,师父真棒,一转眼,又是十年,两个小伙子还是在地门殿匹柴修炼,沉不住气的苏勒就开始抱怨了,咱们俩都在地门殿修炼十年了,为何老真人还不让咱们进云门修炼? 张灵就比较成熟稳重了,看来,你我的道法尚未练成,若底门功德学道,老真人是会让咱们上云门的,苏勒这货点子比较多,这么多年没见老真人了,实在是想念得很,不如咱们去看看老真人吧。 看后老实的张灵,被这货三不忽悠两不忽悠的,就给说动了心,于是,俩人就结伴而行去天门了,看着格外美丽的山峰,苏勒这货的心情就特别舒畅,并且还当场坐视一手。 起开一坛酒,能开请客话,琴声配玉调,单炉献采霞,俩人正走着走着,突然,张灵就发现了一个被毒蛇给咬晕的小孩,酒人心切的张灵二话不说,对着伤口就是一顿的戏,苏勒还在旁边说,危险,吸不得呀。 吸完蛇毒,张灵就说了,快去采气也一句话,这里不是救人的地方,我先背着他回地门店,苏勒默默唧唧的,那我们不去天门看老真人了,救人要紧,快去啊。 苏勒这货满脸的不情愿,冷哼了一声就走掉了,回到地门店后,小孩子也醒了过来,一问才得知,小孩名叫王长,无父无母,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,一听到小孩的遭遇。 同样遭遇的张灵,那可是深有感触,小王长也很懂事,当场就拜张灵为师了,这边的苏勒没有去采药,而是直接爬上了云门店,早就听说老真人在猎话长生不老金丹,我何不趁此无人,进去偷几粒仙丹尝尝,这伙透过门缝往里一瞅,丹炉里面竟然发出了阵阵的金光,那还了得更加坚定了苏勒要偷的决心,这伙坑吃了老半天才把门给推开,结果被阵阵金光, 金光给怼的翻三翻,瞅了瞅周围没人看见,一溜烟的就跑掉了,回到地门店后,这伙手拿七叶一只花,还骗张灵他们说,是自己采药的时候,一不小心摔下了悬崖巧壁,这才全身上下挂了彩,烧火到人很是开心啊,你二人一个的仙童,一个救火灵丹吧,苏勒接过灵丹特别的兴奋,这就是长生不老金丹,烧火到人一脸的淡定,死为回春丹,外壳只血欲伤, 那个强身见骨,这天,一个皮影师傅来到地门店,说是要住宿一晚,张灵不失礼地问道,请问师傅先府何处? 祖籍落线,现住于天幕山下李家店,张灵很是激动,神仙之香呢? 皮影师傅笑说道,神仙之香不敢当,从来神仙无故乡,日演一场皮影戏,冻天伏地热我闯,苏勒为了不冷场,也赶紧接话, 你这走南闯北的,冷饭冲击也太辛苦了,知昨儿乐常常乐,神仙皇帝一肩挑,你修大道神难见,我会神仙手中操, 皮影师傅说话一套一套的,那是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啊,最后再苏勒的提一下, 皮影师傅要给他们演一场,老君吸出寒谷官的戏文,张灵很心诚地说道, 上演老君要供奉香火公道才是,苏勒却不以为然,这演戏不就是假戏场吗? 你何必如此认真呢?张灵并未搭理他,而是拉着王长开始拜请太上老君神价光临, 看着张灵如此真诚,皮影师傅微笑地点了点头,苏勒这货只是看个热闹, 而张灵却看出了个所以然,看到出彩之处,不停地跪拜,老君在上, 徒儿拜见,望请弟子愚昧。 苏勒在一旁笑说道,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, 工匠戏探扣向头,错把皮影当老君,演完皮影戏后, 皮影师傅又来了一句口头铲,知足而乐常常乐, 神仙皇帝一尖挑,你修大道神难见,我会神仙手中操, 说吧,挑着担子便飘然而去了。 苏勒还纳闷了,真是奇怪,这皮影师傅刚才还说要结束呢, 怎么这戏演完了就飘然而去了,张灵淡定地说道, 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当面不始仙呢, 苏勒不相信,他就是一个皮影师傅, 何以见得他是尊神老君,等我去李家店相访, 便可一目了然,那么问题来了, 如果你有一颗长生不老金蛋,你会给谁吃呢? 欢迎评论你的想法,好了没有了,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,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有趣的电影记得告诉大牙, 咱们下期见。